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聊天节目 今天我们将聊到一些当前热议的话题 特别是有关女企业家讨工成款被捕的事件 以及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 这些事情引发了不少关注 大家都在讨论如何才能改善目前的经济局面 尤其是在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上 接下来我们深入探讨了许多 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互动有关的话题 有些朋友提到 现在的股市和地方政府的执行力度都让人担忧 并且也有不少人对于政府的透明度表示质疑 讨论中不乏幽默的观点 比如有人提到如果政府的效率高了 可能也不是好事 这可真让人忍俊不禁 最后我们还提到了一些关于制度改革的想法 像是如何提高公务员的薪资来减少贪腐的问题 大家都认为只有真正解决了这些根本性问题 才能恢复老百姓对政府的信心 今天的讨论可真是精彩绝伦 让我们一起期待未来的发展吧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听吧说 到底有没有事例 如果有请发出来 让我也看看 XW说 女企业家讨工成款被捕事件发酵当的债务刑是不容乐观 httpsm.sohu.coma760585705底线121333743 涛下话现情 说 跟他多聊一句 你们都上当了 XW说 这次对全国的产和地方债善后处理到位 局面会好一些 老万 说 很难说 中央的政策到了地方上一层一层的官商勾结 就全变样了 利昂下话现王说 隐瞒太多了 说欠五万亿 实际远远不止 XW说 地方执行走样是难免的 但做笔不做强 过程需要监督 老万 说 说老实话 我们股市上被套的股民 怎么样也有自己的责任 那些买了房子烂尾的 给人干了工程 拿不到钱的人是真惨 利昂下话现王说 知道专项债 为什么用不掉吗 就是因为 事后多次巡查审计 地方政府不愿意用这个钱 XW说 老百姓吃草的能力是有的 利昂下话现王说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现在老百姓也不是那么好糊弄的 真的吃草是要闹事的 地方政府也会化解掉 涛下话现情 说 到基层以后 就了解 这个真实情况 我们老家镇里 有几个试点村 搞农田改造 套了国家2.9个亿 今年国庆回家 大家都说这是 这咋花都花不到2.9个亿 我们丘陵地区 只有少数比较平整的田 才能改大田 XW说 体制内的改革是关键 否则结果都一样 根本性的问题 不是印钞能解决的 火箭筒再多也一样 周期性的问题 掏下话现情 说 伟大不掉 XW说 也许科制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听马说 你是不是看完标题就转发了 XW说 大量财富都被体制消耗掉了 还有政府的善后处理 不弄出极端事件 是不会看到的 听马说 只给1200万 要是不属实 XW说 HTTPS View Innus QQ.com K20240606A03G 9M00 Web底线Channel 等于Web AndOpenApp 等于FALSE 听马说 被抓是因为它跟踪别人 XW说 大内宣的能力 还是可以的 为什么跟踪人 他吃饱了没事干 黑下话现录说 最近看了看上海爷书的视频 感觉他讲的逻辑 跟何老板讲的差不多呀 秉化的也很大 笑得在地板上打滚 听马说 应该宣传 宣传不到位 谣言就会滋生 法律问题 XW说 所以你很难看到真实的情况 听马说 不宣传 肯定看不到 黑下话现录说 只不过何老板现在不说点数了 隐晦一点 他直接喊点数 笑得在地板上打滚 听马说 事实真相 当然要广而告知 XW说 隐瞒是普遍情况 听马说 真相怎么可能瞒得住 XW说 让明镜在大陆开展业务 就可以让你看到真相 否则政府为什么不放开 听马说 扯远了 可以让明镜去申请一下试试 或许能通过呢 XW说 何老板可以回答你 信心就有了 听马说 是不是还得让大纪元在国内开展业务 XW说 华尔街日报记者也可以回答你 听马说 那都是政治原因 欠心又不涉及政治 XW说 美国可以让人民日报出现在自己的范围 听马说 是的 这说明了什么 XW说 对等能做到吗 听马说 说明中国没有真相 XW说 否则 你怎么知道真相 让不同的声音出现才有真相 听马说 可以看其他媒体 雷杨夏华献王说 实际上呢 和政府做生意 除了钱拿不到 利润还是不错的 真的翻脸 也是能拿到钱的 只是翻脸之后 业务就不可能再做了 大家为了今后 还有业务做 只能忍气吞声 但这种现象 一定会给市场信心和消费 带来巨大的打击 听马说 不同的声音那叫观点 不叫事实 XW说 无语 你赢了 听马说 如果是这样 谁还愿意给政府干活 只有评论才需要不同的声音 事实就是事实 雷杨夏华献王说 能挣钱为什么不干 贷款就是了 花点钱找人要一点 也行就撑过去了 也许 撑过去 以后也有饭碗 听马说 那还是有利可图 利亚夏华献王说 杀头的生意有人做 亏本的生意 不会有人做 长期这样 信心和信任度 都受到极大伤害 听马说 政府欠钱 也可以去法院提告 雷杨夏华献王说 不需要去法院 直接去信访局 诉讼成本都省了 反正都翻脸了 少花点钱不香吗 老万说 法院不是政府 法院去告政府 还是把律师费用来行贿 更有效果 听马说 据我所知 政府是可以告的 除了国务院 省级政府也够呛 利亚夏华献王说 费内劲干嘛 听马说 总有解决的方法 这是我的信条 老万说 政府欠你一百元钱 你就准备好用 二十元去行贿 最后拿回来五十元 听马说 照你这么说 政府不成土匪了吗 老万说 不如土匪 利亚夏华献王说 关系硬 来头大就多拿钱 没关系的就忍着 要么你不干 想干的人多了去了 但私底下谁不骂娘 老万说 敢与政府来应的 一般都是地方上的黑社会 出了事 小地去坐牢 XW说 中央财政通过科制 可以把地方事 全多承担一些 还可以精简地方政府人员 节省财政支出 还可以减少一些怨气 利亚夏华献王说 恢复信心 恢复信任 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XW说 尤其是引入公务员竞争上港机制 利亚夏华献王说 精简政府人员也需要循序渐进 裁员会造成新的失业和就业矛盾 XW说 打破公务员的铁饭碗 利亚夏华献王说 为什么 公务员就应该有稳定的收入 XW说 没有危机感的公务员 就没有政府效率的提升 利亚夏华献王说 但工资要逐渐和企业靠拢 建立制度就行了 我们这种政府效率太高 有时候并不是好事 老万说 别的不说 那些高级干部的养老 医疗费用是普通老百姓的几十 上百倍 哪里有天理 利亚夏华献王说 基层工作人员按张办事就好 XW说 控制存量 不能再放任增量 利亚夏华献王说 缩小收入差距 本来就是一个政府应有之意 一页夏华献亏 说 一千块 有点怀疑这个新闻的真实性 一千块 有点怀疑新闻的真实性 老万说 你有想来一答 喜极而泣 利亚夏华献王说 这种新闻会让你感觉到很幸福 一页夏华献亏 说 不是恐吓吗 小叶子擦黑板都擦怕了 不会 我会质疑其真实性 从世界贸易一体化 物价差能差到这个程度吗 利亚夏华献王说 肯定不会啊 当然是假的 信这个不杀笔吗 XW说 企业裁员大把大把的 多一点公务员下 港影响不大 一页夏华献亏 说 嗯 对的 很多人喜欢先设定对方是坏人 然后站在道德高点去批评 哪个政府都有好有坏 先将其定义成坏政府 很多东西就看不清了 比如 我一直骂的巴菲特 当你将他当成股神 当成价值投资 他怎么做都能找到合理性 批评政府也是同理 老万说 一千元 你们都当员大头了 只要六十八元 一千元能来一打 喜极而泣 XW说 不良资产盘活挺好的 一页夏华献亏 说 如何定义请韭菜入问和让普通人致富 当年房地产刚刚开发的时候 关系好的开发商 能拿到现前 关系不够好的开发商 拿到的就是底 我们无法去预测未来到底什么东西值钱 什么东西不值钱 也不可能去知道未来股市是一直涨上去 还是会长久萎靡不振 听马说 这就是我跟你的不同之处 既然你说政府不如土匪 那你说说 为什么政府不如土匪好不好 一点法治观念都没有 看不出这是违法的事情吗 另一页夏华献亡说 目前这个阶段 在中国讲法治 不是搞笑吗 一页夏华献亏 说 真知灼见 算了 我觉得 关于股市 我应该三件起口了 有时候 真话总是让人不舒服 听马说 这叫什么话 就算中国没有法治 你就不能有法治观念 另一页夏华献亡说 有观念会吃亏的 黑夏华献亡说 已经慢慢看到 有一部分相当有思考能力的个人投资者 在发表自己的看法 觉得不会有牛市了 至少接下来一年 会去探一个更深的底部 一页夏华献亏 说 前两条暂且不说 第三条一发布 估计市场要下跌至少一周 周一周一周一周 黑夏华献亡说 我只是观点的搬运工 XW说 一尊献在权力是建国以来最大的 如果不找到合适的制度方案 彻底解决存在的问题 国内以后的前景还真不乐观 一页夏华献亏 说 现在基本不会 可会拖 有一些老账 二三十年了 根本找不到钱还得 就会欠着 糊涂着 XW说 即使再多火箭筒 最乐观的结果不过是2015年的翻版 一页夏华献亏 说 我认识一些做政府项目的 没吧 只是还款周期变长了 还是会还的 就是还得比较少 老百姓和投资者对于政府的信心 不来源于这些做政府工程的极少部分人 XW说 打折还工程欠款是最好的结果 一页夏华献亏 说 哎 这个理解太浅薄了 您是对于这个社会不公平的一种观点 但如果深入点思考 这真的好吗 XW说 以后再出现权力如此集中的人 也许是百年之后了 一页夏华献亏 说 就如曾经中国的房地产高涨的时候 一堆人说房价应该降下来 但有没有考虑过 房价降了 对于普通人的利益真的好吗 房价降 经济衰落 企业难做 通缩 工资不涨 这不是看到了吗 XW说 机制问题 迟早要解决的 火箭筒只是解燃眉之急 一页夏华献亏 说 而且还有没有考虑一个问题 公务员的待遇必须要高 假设公务员工资 跟外面打工的工资一样 都是两千块 为什么要当公务员 那谁不是当了想要贪腐 现在公务员工资还是太低了 必须更高点 这样子反而能让人更不敢贪腐 更容易出现比较廉洁的社会 XW说 体制有漏洞 经济方案不会长治久安 一页夏华献亏 说 还有 现在公务员不是太多 而是不够 比如警察 XW说 恰恰说明有问题 一页夏华献亏 说 说明什么问题 中国警力不足 是多少年前的事了 XW说 超过了军事预算 一页夏华献亏 说 一直都是如此 广东省就一直大多数地方警力不够 你没接触过基层的公务员 比如派出所的干警 他们工作很辛苦的 XW说 说明体制问题 已经不是一般的严重了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聊天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A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